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会止不住掉眼泪 还有心理的承受力非常浅 动不动就掉眼泪 明白吗 你去看一个人不大哭的人 心理承受力一定高 讲的好听一点叫心理承受 讲的不好听的皮后 明白了吗 习惯了 不哭了 习惯了 皮后 好的 展安师傅慈悲开始 那他这个哭 止不住的哭 会不会也有一种原因是惹上哭膜 哭膜这种情况 讲老实话 真的很少很少的 除非他嘴巴里经常胡说的人 然后再拼命哭 那再叫哭膜了 一般的很正常的 突然之间跟你讲 就这种人啊 我告诉你呢 心理的承受力和平衡力 从心理学上来讲 因为心理的平衡力非常差非常差的 他老觉得自己委屈 他老觉得自己不如人家 就觉得又丢脸 又觉得自己这么倒霉 又觉得自己用现在话讲 就是负面因素已经超过 极大地超过他心理的正面 正面这个因素了 明白吗 正能量没有了 完全是负能量了 所以他就想到 一跟你一讲话 就觉得我丢脸了 我难为情了 我没面子了 你看我多穷啊现在 你听懂吗 听了懂 好的好的 感恩师傅慈悲开始